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天下午的时候 蒋红到市政府去向市长张卫正汇报追凶的工作进展 眼下这件事 省内国内都在关注 两天的期限一到 市里得对外界有个说法才行 走下警车 蒋红抬头看看市政府楼上的巨大的国徽 心里头有些沉甸甸的 自己这次可真是错估了形势 几千名警察洒出去 把中华市都翻了个底朝天 竟然就没揪出那名刑凶者 这一会儿可怎么向市长交代呀 上楼进了张卫正办公室 见张卫正正在宁眉看着一份文件 表情很是严肃 见蒋红进来 张卫正放下文件指了指面前的椅子 蒋红同志 坐 说说情况吧 蒋红上前一个敬礼 并没有做 而是说道 市长 是我无能 请您批评 张卫正的眉心又拧到了一块 凶手还没有抓到 蒋红就说 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锁定 只是一时半会儿无法确定其位置 根据我们所获得的线索 犯罪嫌疑人已经逃出我事 张卫正伸手抽出一颗烟 闷闷的点着 吸了一口 嗯 你确定吗 蒋红想了一下 还是说道 基本确定 张卫正显然不太相信蒋红的这个说法 市里各个路口全面封锁进行检查 犯罪嫌疑人不是说完全就逃不出去 只是顶峰逃出去的可能性非常小 现在两天期限到了 蒋红没有找到人 自然会找个说辞 说着犯罪嫌疑人逃出了中华市 这样就不是中华警方追凶不利 同时呢 也给了市局更多的时间来追踪此案 从内心说 张卫正也希望蒋红说的都是真的 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 中华市上上下下都没有好处 确实需要冷一冷了 可万一这是蒋红的临时借口 市里话音没落 嫌疑人被群众举报在中华市被捉住了 要是有人叫起针来 倒会叫市里有些被动 不过这都是小问题 就算有人质疑 市里也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释的过去 比方说是犯罪嫌疑人再次潜逃回来了 再比方说是市里啊 在故意的麻痹犯罪分子 所以张卫正还是在心里选择了 支持蒋红的这个说法 只是他强调说 犯罪嫌疑人就是逃到天涯海角 也要不惜一切人力无力 想办法给我抓回来 蒋红就挺了挺身子 是 我们已经发了通缉令 同时成立了专案组 不管下多大力气 都一定会把嫌犯抓回来 这关乎到我们市局的荣誉和尊严 张卫正点了点头 嗯 你明白就好 然后他又沉声说道 现在外面对我市的治安状况多有质疑 市局要切实拿出整改措施来 蒋红心里咯噔一下子 张市长这句话的意思 倒是和曾毅一个立场了 要求市局有人出来为此负责 这让蒋红有些忧虑 看来市长对市里的治安状况 也是有所不满呢 想了一下 蒋红说道 我是治安状况大体稳定 这次的事件只是个例 不过我们会通过这件事情 积极总结 吸取教训 并且查找工作中的缺失 努力提升我市的治安环境 张卫正就不再说什么了 作为市长 他把意思点到即可 相信蒋红肯定会拿出一个让群众满意的方案 对于中华市的治安状况 张卫正并没有什么切身的感受 他出去所看到的无非都是经济形势一片大好 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就算有个把的刁民 但绝对没有什么汉匪 不过 今天早上 媒体报道了增议的话之后 张卫正特地叫人去调查了一番 得到的反馈信息 竟然是很多市民都对中华市的治安力度和状况不满意 反应最强烈的就是小偷小摸问题 很多人可能以为 当市长的都是坐在办公室里拍屁股做决定的 这种想法可多少带有一些偏见了 作为地方行政机关的首脑 市长每天所得到的信息和数据 远比常人要多得多 获取信息的渠道也非常多 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只是从媒体上获取 或者是只是从下面粉饰过的汇报文章里了解 了解当地民情 市长有很多渠道 比方说承调队便是其中的渠道之一 当然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渠道 换句话说 只要是市长想了解一件事 他就一定可以了解得到 只怕是他不愿意去了解 蒋红出了张卫正办公室 心里稍松了口气 同时还琢磨着这件事该怎么处理 听张市长的意思 这次必须得处理几个人了 下楼刚出门 就看到自己的司机面带尴尬的来到他跟前 剧长您过去看看吧 蒋红的眉头就往下一沉 看着司机的脸色就知道没什么好事 这司机也没敢多做解释 在前面就往蒋红的坐驾而去 蒋红就跟在了后面 等到了车前面看清楚状况 蒋红的鼻子都快给气歪了 他汽车的左前轮上被人拿一把大链锁 锁上了一辆自行车 蒋红大怒 这是谁干的 司机赶紧说 我刚才丢到里面去上了个厕所 回来就成这个样子了 我问过门卫了 门卫说是看到农委的曾主任 骑着自行车进来了 蒋红气得 两手的青筋都爆出来了 曾毅这个王八蛋 真是什么没品的事情 都能干得出来呀 别人出了丢人的事 生怕人家知道 可这个曾毅却是反的 他只怕别人不知道 自己的汽车被交紧扣了 自己的车子给扣了 就骑个自行车 跑到市政府大楼 来他个广而告知 这分明是在打蒋红的脸呢 曾毅这是在告诉市政府里面的所有领导干部 你们呢 也都把脑袋缩起来 千万别对市公安局这手画脚 弄得蒋大局长不高兴了 明天你们弄不好 也会被交警给扣了车 旁边还有记者拍照摄像呢 蒋红气得是怒骂一声 无耻 小人 他一甩袖子就朝市政府门外走去 这事他没法去跟曾毅理论 自己错就错在 没想到曾毅会这么无赖 别人至少还会讲一点当领导的体面 可这小子半点体面都不要 为了把你脱下水 他完全不介意自己先沾上一身泥 你碰到这么不讲究的干部 蒋红也没什么办法 要说这横的呀 就怕这不要命的 你去跟曾毅理论 搞不好曾毅能当场喷你一连血 让你今天都无法从这全身而退 蒋红出门的时候 市政府的门卫都躲在房里不敢出来 只要眼睛不瞎都能看得出 蒋大局长是火气冲天呢 门卫是亲眼看到曾毅 把自行车锁在那的 可他没敢直说 只是说看见曾毅骑车子进去了 这两位市领导之间的恩怨 哪是你小小一个门卫可以掺和的 蒋红在门口打了一辆出租车 气呼呼的就走了 把司机都给扔在了原地 这司机不敢怠慢 急忙又拦了辆车 匆匆追了过去 等出租车跑远了 市政府的门卫才从门房里出来 站在路边伸长了脖子 看着那消失的方向 嘴里也是咄咄感叹 哎呀 自个儿在市政府也看了十来年大门了 今天这种稀罕事还是头一回看到呢 公安局长蒋红的座驾被锁在了市政府的楼下 进进出出的人都看到了 这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市政府大院 甚至还有人借着外出办事传达文件的功夫 特意跑去做一番求证 用门卫的话来说 这绝对是一桩稀罕事 整个下午市政府的人都在议论此事 有人是无动于衷 有人就看热闹 还有人在盼着下面能发生更精彩的事情 得知是增益的车子被扣在前 有人支持增益 也有人觉得很是不屑 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秦金党 是最先得到消息的 他听了也只是从鼻孔里冷哼了一声 然后就自顾自的去忙了 经过这段时间 秦金党已经发现 自己的老板张卫正对增益 并没有恨到那种咬牙切齿的地步 相反 张市长似乎对增益还有所观察和留意 尤其是江老视察中华市以后 秦金党作为市政府的大管家 那屁股是必须跟自己的老板做一遍的 就算对增益再不满 秦金党也不会再去找增益的麻烦了 更重要的是 秦金党也不敢去找增益的麻烦了 他已经被增益的小动作给整怕了 现在对于增益可是静而远之 当然了 听到这事 秦金党心里还是有些想法的 他觉得增益这分明就是在作死 蒋宏这个公安局长 那可不是什么软柿子呀 增益去找蒋宏的难堪 根本就是鸡蛋碰石头 秦金党在心里就盼着 蒋宏这回能够威风一把 狠狠地打击一下增益的嚣张气焰 一个小小的农委主任 在中华市都快横着走了 是该让他吃点教训了 副市长李介同得知这个消息 连连说道 斯文扫地 斯文扫地呀 是一副饥饿如愁恨铁不成钢的口吻 不过这饥饿的对象却是增益 李介同把杯子往桌子上一颗 黑着脸说 堂堂一位市政府领导 国家干部 竟然连这种小孩子撒气的把戏 都搞了出来 这像什么话呀 还要不要体面了 李介同现在可是恨极了增益 尤其是增益让大平县抓了李志勇之后 这可是结下了不死不休的梁子 秦金党只是盼着蒋红能教训一下增益 可李介同就恨不得蒋红能直接崩了增益 嘴上说增益斯文扫地 心里却只恨蒋红今天可太斯文了 你自己的座驾都被人锁了 这怎么能容忍呢 要不是还得顾忌点自己的体面和斯文 李介同都能拿起电话给蒋红打过去 给这把火上再浇点油 谁也没注意增益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是怎样离开的 可直到下班 蒋红的汽车还是原封不动的待在那里 看来增益是不打算帮蒋红开锁了 蒋红的座驾就这样给扣在了市政府大院里 下班之前 中化市公安局召开了新闻通缉会 对小女孩被窃贼报复的案件 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因为小女孩家长不愿意配合 在会上 公安局只说已经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 并且经过排查 以确定犯罪嫌疑人已经逃出了中化市境内 中化市局下一阶段将会加大追凶力度 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 在最短时间内将嫌疑犯抓捕归案 虽然这事情暂时是应付过去了 可不管怎样 蒋红这回可是丢了个大人 当初夸口 两天之内一定会把嫌犯绳之以法 而现在这句话却结结实实的砸在了自己脚面上 第二天上班 曾毅没有专车 所以也没让司机老张来接 而是自己打了辆出租去上班 在办公室喝了杯茶 当天的报纸还没看完 曾毅就听到外面楼道里闹闹哄哄的 很是嘈杂 放下报纸 曾毅拉开门 就看到楼道里站了五六个人 正被办公室主任谢亮斌拦在那里 曾毅问道 怎么回事 曾毅到农委之后就吩咐过 只要有群众上门办事和反应问题 绝不能进行阻拦 不知道谢亮斌今天是怎么搞的 谢亮斌对那五六个人说道 你们在这里稍等啊 我向领导请示一下 他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 转身就快步来到曾毅身边 低声说道 主任到里面讲 曾毅微微一皱眉 就回到了办公室 谢亮斌跟了进来 反手合上办公室的门 主任 外面的几个人 都是租咱们农委场所 进行办公的企业代表 可他们今天像是约好了一样 全都过来要退租 还非常急 原因也是五花八门 我觉得这事有蹊跷 曾毅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似乎对此事一点都不意外 你就是拿脚趾头想 也知道这事不同寻常 退租嘛 当然很正常 可是所有的租户同时来退租 那就不正常了 必然是有人脅迫他们搬走的 曾毅就说 那就按照之前租赁合同的条款来办 该给他们退多少租金 你给他们结算一下好了 谢亮斌想了想 还是提醒道 主任 我们预说的租金 倒是还剩一部分 退给他们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我怕同志们 会有什么不好的想法 曾毅微微点了点头 对了 现在这个谢亮斌 才算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这话说的 还算是个办公室主任该讲的话 曾毅把农委闲置的房子租出去 收的租金主要是用来提高单位干部职工的福利待遇 如果没了这租金收入 这福利自然就没了 肯定会有人心怀不满 如果你一直没有福利 倒也罢了 最怕的就是福利提高以后又突然给取消或者降低了 那样不单会招致下面职工的怨气 还会大大的损害曾毅这位一把手的威信 曾毅就说道 你先去给他们结算 吵吵闹闹的像什么样子 不过随即又放缓了口气 说道 结算完以后 你再过来一趟 谢亮斌脸上还是很惋惜的表情 不过心里却是大喜 曾主任这话语气前后有别 这就是对自己刚才那番提醒放在心上 他赶紧说 好 我马上去办 过了不过十几分钟 谢亮斌就又回来了 金门就说 主任 账目都已经结算完毕了 曾毅点了点头 指了指面前的椅子 示意谢亮斌坐下说话 谢亮斌又说道 这些企业也太不像话了 我们这么好的条件和地段 给他们很优惠的租金 这已经是他们得了大便宜 结果他们办事一点都不厚道 你就算要退租 至少也得提前几天打个招呼吧 谢亮斌一边数落那些企业的不是 一边很客气的 在椅子上坐了半边屁股 等着曾毅的指示 曾毅把面前的报纸收起 靠在椅背上又稍作思索 然后说道 我们农委地处市中心繁华地段 周边的交通情况似乎不太好吧 谢亮斌连连点头 是啊 可不是嘛 车流量实在是太大了 每天来上班 我都得提前一些时间出门 要不然肯定会给堵在路上 主要是从咱们这往东走 一个路口就是医院 周一到周五啊 到医院看病的车子 总是能站一个车道 等到了周末呢 又换成西边那两座商场了 购物的人来晚了 连停车的地方都找不到 曾毅就说 我们农委这么大的地方 应该可以停很多辆车吧 谢亮斌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连连点头 是啊 以前这里还是市政府招待所的时候 停车位就是有数目的 如果只是前面这一部分的话 有120个停车位 要是再加上后面的区域 总共可以停200辆车呢 不过以前招待所 没有对停车位进行仔细的规划 如果仔细的好好规划一番 停260辆车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谢亮斌 已经明白曾毅的意思了 曾主任这是准备 把农委内部的停车位开放 供外面的社会车辆停放 这既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而且还不怕别人搞乱 租办公室的企业就那么几个 很方便就赶走了 而且企业顾虑也多 可是变成停车场 整天这车来车往的 谁还能把所有要停车的人都赶跑啊 他赶不跑也不赶赶 赶企业 你可以暗地里操作 可你要赶停车的人 就必须要见光了 那这个躲在背后的人是谁 谁就都清楚了 他可是绝对不想见光的 曾毅的手在桌子上重重一敲 作为政府部门 我们有义务改善办公场所附近的交通状况 既方便群众 也方便自己 你拿个方案出来 把我们农委的停车位 先拿出一部分来 对社会开放 暂时可以先开放前面这一部分 效果好的话 可以考虑拿出更多的停车位 服务社会 谢亮斌忙不迭地点头啊 就前面那个医院的停车场 听说是院长承包给了自己的小舅子 每年除了上交给医院的租金以外 院长的小舅子还能赚个几百万呢 那简直是一本万利的好买买呀 更重要的是 这确实是件大好事 农委附近再没有大型的停车场了 每天去医院看病的患者 往往在门口得排至少半个小时的队 才能把汽车停进去 有的时候 甚至还要等待超过两个小时 不单会影响医院门口的交通 而且对于患者来说 停车本身也是一种折磨 而就在医院这一路之隔的农委 却有两百个停车位在闲置着 如果把这些车位对社会开放 对于农委来说 可以多一笔额外收入 可对于农委附近办事 看病 购物的那些人来说 也是个方便之举 还可以缓解这一片区域的交通状况 是一举多得呀 谢亮斌在一瞬间 都想到了外包停车位的方案 他也有小舅子大姐夫之类的亲戚 等着提携呢 可再一想 谢亮斌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争取曾主任的好感 自己真这么搞了 那肯定是因小失大 再说了 这个节骨眼上外包给自个儿的亲戚 那反倒是害了他们 你想想那些 着急要退租的企业吧 有人还巴不得你 把停车位外包给具体的某一个人呢 谢亮斌就从椅子上站起来 好 我马上去办这件事 下班之前 我把方案拿过来 给曾主任过目 曾一缺一白手 不用了 这样的小事 你自己拿主意就行了 谢亮斌又激动了 一年几百万收益的事情 对曾主任来说 竟然是提不上嘴的小事 不知道有多少人等着这好事呢 尤其是在农委 这种没有油水的衙门 八辈子也不可能碰上这种好事啊 现在好事是上门了 只可惜时机不对呀 要不然 谢亮斌收起思路 又说道 如果没有别的事 那我就先回去了 他朝后退了两步 然后转过身子 朝门口走去 他现在可真是有点 恨那个蒋红了 谢亮斌出门以后 曾一的眉头就锁了起来 市公安局的手段也太低劣了 昨天是要抓自己司机的现行 今天都直接来骚扰 和这事完全无关的企业了 这让曾义有些恼火 曾义所撤的行为 虽然手段也很低劣 很多人都看不上眼 可至少是光明正大的 愿有头债有主 我对你蒋红不满 我就找你 而市局在这方面 可就实在太没品了 恼火归恼火 可曾义也不得不承认 自己对付蒋红 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双方的权力相差太大了 锁车 那也是曾义的无奈之举 曾义在中华市 没有任何一个盟友 也不会有人会给他讲话 如果曾义自己不开口 不行动的话 那在中华市 可就成了彻头彻尾的空气 长篇小说首席一观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